上海大暴雨 闪电击中东方明珠 3月23日 上海黑夜中突然划过一道道闪电 紫光照亮夜空 紧接着霹雳震耳 当地网友手机都吓掉了 原本黑黑的一栋栋楼房 雷声传来 楼道灯全亮了 一排排声控灯突然亮起 真有拍恐怖片的感觉 网友 上海下大雨 闪电又打雷 今天上海的闪电格外猛烈 震惊到我了 雨不大 雷不小呢 刚才是不是拍到闪电了 3月23日下午3点 湖南一阳赫山区 突将狂风暴雨 冰雹 有农户屋顶被砸穿 网友表示 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冰雹 好吓人 上午还艳阳高照 26度的温度 下午下这么大这么多的冰雹 还刮起了狂风 把好多人家的屋顶都吹跑了 3月23日傍晚 狂风暴雨 袭击安徽陆安城区 电闪雷鸣 风雨交加 网友 狂风推着雨 成了雨浪 人都能吹跑 车库着火了 网友视频显示 3月23日 浙江海宁下沙交界地段的高尔夫球场 电瓶车起火 引燃车库着火 火势熊熊 不时发出爆炸声 伤亡不明 目前未现官方通报 3月23日 唐山市龙泽路长宁道交叉口 一商业楼发生火灾 视频显示火势凶猛 从楼下网上蔓延 网友表示 离我家这挺近的 出门带孩子玩 看见前方黑烟滚滚 那大烟黑漆漆的 消防车来了两辆 从一层烧到七杠八层 今天风还挺大的 温护声大利亚 沙交出袭 1号通行 在山西面等部 在山西面等航空 小失散 4号通行 5号通行 8号通行 西面在野船 chapter 5号通行 4号通行 中国大陆近来火灾和爆炸不断 四川达州市大竹县石子镇发生爆炸 一户人家的居民楼被炸塌 中共当局称无人死亡 实际情况不明 3月23日 网传多段视频显示 街边一栋楼房坍塌 大量居民没关 街道上满是爆炸飞出的砖瓦玻璃和门窗碎块 视频显示 发生爆炸的街道两侧 独栋住宅楼一般都是三层或者四层 但发生爆炸的住宅楼 被炸的只剩一层半 周边邻居家的住房也被波及 防盗窗 玻璃 门窗等受损 围观居民议论爆炸原因 有人猜测是否煤气爆炸 陆媒报道称 事发23日14时许 石子镇一次发生煤气爆炸 一居民房屋被炸倒塌 当地一居民称 该房屋是一栋建民房 仅有一名男主人居住 爆炸是在房内发生 轰的一声像放炮一样 波及的范围能有一百多米远 男主人已被送往医院 当晚中共大竹县应急管理局通报宣称 石子镇一房屋部分垮塌 一名受困人员被送往医院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莫斯科音乐厅遭遇恐怖袭击后 引发当地中国人恐慌 而从莫斯科回国的机票也出现暴涨 有当地华人透露 从北京至莫斯科的机票 此前往返的价格只有4000多元 现在单程已经猛涨到一两万元 莫斯科回中国机票价格出现了暴涨 我们来看一下 莫斯科飞往北京的经济仓 涨价到了1.2万元 头等仓则是涨价到了5.1万元 而平时的时候 莫斯科飞往北京的机票价格 也就是两三千元左右 再来看莫斯科飞往上海的机票价格 一个是12800多元 一个是17700多元 还有就是莫斯科飞往广州的航班价格 一个是11900多元 一个是16900多元 一位在莫斯科留学的重庆留学生表示 事件发生后不敢出门 出于安全形势的考虑 可能不少人想快点离开莫斯科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机票价格也遭遇了恐怖袭击 一下子暴涨了四五倍 当地时间3月22日晚 俄罗斯莫斯科州红山区 克罗库斯城音乐厅遭恐怖袭击 截至23日晚 恐袭已导致133人丧生 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中国短视频博主 凡凡旅行日记表示 事发时 自己正在莫斯科 事发后当地的中国商人和留学生 比较恐慌 就他所见 即使到了凌晨 莫斯科大街上也到处都是警车 据这名博主说 恐怖袭击发生后 从莫斯科回中国的机票 出现暴涨 前段时间 从北京至莫斯科往返的机票 也就4000来块钱 现在单程已经涨到 一两万元的价格 这次恐袭发生后 当地飞往中国的机票 突然暴涨的消息 引发网民不满 不少中国网民在微博留言 每次有难 机场还是高铁就加钱 真恶心 为什么还要挣这个钱啊 怒怒怒 在莫斯科居住的华人有那么多 现在想回国了 机票涨成这样 有点太过分了吧 航空公司急不可耐的发财 吃相有点难看 红星新闻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 当地不少中国留学生表示 学校已经停课 他们都待在宿舍很少出门 而身在俄罗斯的一些 中国贸易参展商 感到进退维谷 恐袭打断了他们的商业进程 目前回国的消息也不明朗 根据报道 莫斯科目前有不少前往 参加展览会的中国商人 有中国参展商 透过社交媒体表示 为了3月27日至29日 在莫斯科红宝施展馆的展会 已经投入不少资金 团队都已经抵达莫斯科 样品也运到了当地 但在恐袭发生后 当地政府已通知展会取消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十六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